经济日报的投资业华组 简选原因 华大行发表下半年的展望 瑞讯和光大新鸿基都预料 恒指目标分别是30,000点和31,000点 本地地产股之中受惠经济复苏 通胀向上、新盘销程、畅黄等因素值得提好 股份关注新盘供应充足的恒地 恒地的核心业务是物业发展 今年是旗下团队推盘的高峰年 可受货量超过3,200个单位 其中启得木泰街7号的项目销售理想 以昨日收市价计的话 恒地今年股价